西藏地处高原,自然环境恶劣,旅游设施不完善,所以去西藏旅游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些必要的安全措施。 今天小编就给大家说下我的一些经验。 第一,准备好氧气,预防高反。 高反一定是大家去西藏最关心的问题,因为它的不可预测性,所以每个去西藏的人都应该做好这方面的预防工作。 比如提前一个星期左右服用红锦天,带上一些葡萄糖、高原胺、散烈通等缓解高反病症的药品。 除了这些药品外,最好要再带上一瓶装的氧气,如果遇到紧急情况还可以备用,千万不要以为自己身体很棒就不用准备了。 第二,准备好常规药品预防疾病。 需要准备的常规药品有感冒药、头痛药、肠胃药、外伤药、消炎药等。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,在西藏旅游的时候千万别感冒,一旦感冒了就特别容易发生肺水肿,这个就比较严重了。 第三,避开雨季,预防泥湿流和塌方。 西藏最危险的两个因素是泥湿流和塌方,这两种情况一般多出现雨季的时候, 所以大家如果不是非得赶到七八月份去,最好避开这两个月份,可以选择五六月或九十月。 如果你刚好在雨季的时候去了西藏,不管你是开车也好,或者是骑行徒步也好, 在路上一定要耳听八方,眼观六路,随时注意山体的情况。 第四,提前了解藏区风俗,避免不必要的麻烦。 藏民族有一些独特的风俗习惯,进藏的每位旅客都应该尊重。 比如不要随时对僧人拍照,不要随便拿着刻着金纹的石头, 进寺庙的时候不要穿裙子和戴墨镜等等。 另外,晚上最好不要一个人去当地的酒吧玩, 不买东西的时候不要随便问价格, 拍照去动物的时候,一定要提前问一下要不要收费。 张希德乐,我是卓马, 我们是做香港、澳门、台湾以及海外华侨同胞到西藏旅游的旅行社。 如果您想到西藏来旅游的话,欢迎联系卓马, 我的微信号是418992, 我的邮箱是卓马1991atgmail.com 我是卓马1991atgmail.com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